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你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有这样一位巴巡老人 他扎根大漠 是敦煌石窟 如自己的生命 坚持考古研究五十余载 他秉持学者的单纯和学习 努力抵抗商业浪潮 对文物保护的侵蚀 他积极拥抱新技术 构建数字敦煌 探索出敦煌墨高窟 开放管理的新模式 他就是刚刚荣获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国家荣誉称号的敦煌研究院 名誉院长樊锦师 扎根大漠五十余年 潜心石窟研究 为敦煌墨高窟的永久保存 与永续利用 做出重大贡献 国庆前夕 我们讲好东方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力生把东方研究院 建成我国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的典范 东方学研究的高地 振作文物保护 利用的实践者 贡献者 引领者 振作新时代 中华文化的继承者 传播者 创新者 1962年 即将从北京大学 考古专业毕业的 梵锦师 来到东黄墨高窟实习 那是他第一次 接触到墨高窟 然而 沙漠戈壁严酷的 自然环境和恶劣的 生活条件 让长于上海 从小家境优越的 梵锦师 一时难以适应 本来我胃口就不好 本来伙食也不好 估计呢就是 因为随途不复 因为可能营养也不行 后来老师一看我不行 不行 就提前做 当时说实在这就想着 就是我 我不想再回来 但是第二年 他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的时候 按照这个 当时是国家统一分配 他和他的班 另外一位同学 就被分配到了敦煌 我父亲一看就急了 就马上就回来一封信 还写得挺后 实际上是让我转的信 转学校领导 跟老师系领导校领导 我一看这封信 我就没转 倒不是说我有多那种 我一想 那我不是表态 愿意服送分配吗 我怎么又 是不是把家长搬出来 给我来说情 他说国家的需要 就是我个人的志愿 所以他义无反顾地 去了敦煌 这一去就没想到 就是几十年 就是一辈子 1963年 25岁风华正茂的 凡锦师千里迢迢来到了 敦煌墨高窟 每天他都在洞窟里 反复观察 并开始了对洞窟 断代分析的研究 1974年 凡锦师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扎根戈壁 投身祖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初心 也从此更加坚定 在研究洞窟的过程中 凡锦师发现 洞窟内的壁画 因为病虫害问题 会起甲脱落 这让它焦急万分 它的背后是石壁 就是牙体 牙体在支撑这个壁画 可是牙体里头呢 里头有水 牙体的水过来 它不要说水 它有点潮气 它的泥就软了吧 那么有潮气就软了 干了呢就收缩 一张一说 一张一说 到壁画融化 那么这个背后的东西 你解决吧 你前面怎么解决 1987年 敦煌木高窟成功申请为 世界文化遗产 凡锦师也有机会看到了 国外文物保护的技术 这也让他萌发了 与国际合作的想法 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牵线搭桥 敦煌研究院 从1989年开始 与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 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等机构 在石窟环境监测 封杀防治 病害壁画机理研究 保护修复技术研发等方面 全面合作 我的总的理解 是进入科学保护的时代开始 怎么叫科学保护时代开始 首先是分析四眼 壁画是什么材料 那颜料是什么材料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病 原因在哪 还有他这个病形成了一个过程 形成一个抢救性的科学保护的 敦煌莫高窟科技保护体系 正在建设中 伴随西部大开发 旅游大发展的热潮 莫高窟的游客数量急剧增长 面对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 放在首位的决策 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 仍然坚持 敦煌开发一定要把保护放在首位 先保护再利用的原则 2003年 在全国政协第十届一次会议上 樊锦诗联名其他委员 正式提交了 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 建议的提案 被全国政协列为正典提案 2008年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启动 洞窟压力越来越大 79年是一两万 2001年 31万 我一下就紧张了 我说坏了 现在会加速度的增加 我们必须要这么预测 果然是这样 我们就很担心 不然看不行 看坏了也不行 为了做好这个控制 就想到了我们能速度 2005年 莫高窟在中国首创旅游预约制 入动人数得到了有效控制 很多人不理解 说樊锦诗有钱不赚真傻 但是樊锦诗并不为之所动 他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 积极呼吁和推动相关保护法规的出台 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 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先后公布实施 怎么保护呢 我想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从管理措施 法律啊 什么行规啊 规章啊 制度啊 规范啊 等等 还有就是用科技手段保护 这个科技手段保护的因素应该是很重要的 经过十年的探索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成立 用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方式 减少了游客参观时间 提高了洞窟承载量 2011年 反景师与合作单位经过反复试验 研发了十亿级像素照相机 这部照相机把过去无法拍摄的佛刊和塑像 变成了可能 实现了完整的洞窟档案 2016年 数字敦煌网站上线后 30个经典洞窟 4400多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观众就说 这个好 光看都好 这个我 意思是他有了准备了 他有了这个 动画艺术的这个 这个叫做信息量 他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还有二维嘛 这样的观众比不看电影的观众 看动的是信息 我不能因为要保护文物 把观众去整容 我也不能 所以我还是要双云 双云 保护第五双云 从1944年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历经常书红 段文杰 樊錦诗等一代又一代墨高窟人的坚守 墨高窟不再是沉睡了一千年的标本 而真正成为能为世人共享的艺术宝库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实践 敦煌研究院在壁画数字化研究 古代壁画保护研究 土移植保护研究 考古现场出土文物保护研究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敦煌研究院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 输入了印度 吉尔吉斯斯坦 阿富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敦煌研究院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敦煌学的研究中心 面对光环和荣誉 梵锦斯总是说 那不是我的荣誉 那是敦煌的荣誉 如今保护敦煌已经不再是 梵先生一个人的独唱 而成为一个国家的和民 对此他颇感欣慰 他说 这样我们就能问心无愧地 把敦煌交给下一代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的公众号 参与互动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者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